磨的话,它有正面跟反面,这是正面,这是反面 这边是有胶的,我们装磨的话这样子装 然后对齐,材料对齐,对齐了之后,就拉过来 速度慢一点,材料先让它,这里先去不要打,看一下走不走不正,走正了之后,这个东西 这个粘力能打小一点点,大概90,看你们具体看情况,这样子粘力就有了 然后就看走出来,走出来,现在走起来是皱的,走一会儿先,材料还不整齐 好,可以了,走一段,走起来就会是非常平整的 如果不平整的话,我们调一下粘力,翻料的粘力和收料的粘力调一下 好,谢谢